作为北方妹子的我 见到蟑螂特别淡定 拍死拍死 或者毫无压力的你脚踩死 哼 看不起电视剧里那些 见到蟑螂就乱叫的女人 直到有一天 我去了南方 碰到了一只在外面 六大的油光蹭亮的南方蟑螂 这啥 一直会原地起飞的南方大蟑螂 我这次的配音 根本不及时把当天一半的淒厉 装剑鬼大概也就是这种感觉吧 给我来十碗 南方的蟑螂普遍各大分量足 而北方的蟑螂却长得文文弱弱 你一个北方大老爷们 这个是长着玩的吗 存在这样的差异 鲜鱼 它们不是一个品种 全世界已知的蟑螂有五千多种 分家养和野生两大类 家养蟑螂又只占了一少部分 我国最常见的有六种 而北方的蟑螂主要是德国小莲 个头小小的 不像南方蟑螂长得那么触目惊心 喜欢温暖潮湿 还比较耐动 全世界热带 亚热带 温带 寒带 都有它们的增营 大家都知道 蟑螂会把卵铲在卵鞘里 然后找个机会 把卵鞘往各种隐秘的角落里丢 搞定 这就是美洲大连等蟑螂干的事情 而充满责任心的德国小莲 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它们会随身拖着自己的卵鞘 直到若虫全部安全孵化出来才丢掉 这样若虫成活率就非常高 另外 它们的繁殖能力也很强 一个卵鞘里平均有34.8只卵 因此成了全球最难治理的家庭卫生害虫 再加上体型小 好隐蔽 经常搭顺风车 混在土豆 洋葱或者衣物里 去别的城市体验新生活 嗨 我是土豆 放开我 我发芽啦 因此 它们很难防治 扩散的也快 80年代的时候 德国小莲只在我国11个城市生活 10年后 已经发展到了20个城市 而南方的大个蟑螂 大部分是美洲大连 是室内最大的蟑螂 它们有翅膀 可以飞 但是一般很少飞 不得已或者受惊吓的时候 才会近距离飞一下 它们主要扎堆在热带 亚热带 北方城市相对较少一些 此外 还有黑凶大连 分布的更窄 主要是贵州 广西 福建和台湾 因此 南方的小伙伴们 你们受惊啦 据推测 蟑螂起源于 3亿5000万年前的石探纪 恐龙还要早百万年 而且 3亿年前的蟑螂 跟现在的蟑螂 还基本没有啥区别 生活毫无压力 都懒得演化 蟑螂有超级强的生存能力 每周大连断粮的时候 还能活两到三个月 而没有水的时候 也能生存一个月 蟑螂是杂食动物 它们会吃任何有机物 书 衣服 食物碎屑 化妆品餐溜物 酒 头发等等 头发 另外 它们喜欢夜间出来活动 如果你看到你家蟑螂 白天出来溜达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它们严重缺少食物和水 第二 缝隙张满为患 已经挤不下了 滚出去 我是花小浪 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 不要再见到蟑螂的 博学的画家 他是从集谈到蟑螂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